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伟雄 香港前警务处处长 现为全国禁毒委员会副主任 全球毒品问题一直恶化 内地和香港 以致全世界在禁毒策略上有什么异统 毒品问题严重影响青少年 究竟现在的情况是如何 有哪方面值得关注 服务警队三十多年 什么事令他印象最深刻 他有什么想跟香港年轻人说 又来到行传感言 我们第一次由纪律部队的成员 参加我们的节目 还是一哥级人马 前警务处处长 郑维雄 Andy 你好 开心见到你 Andy 你好 欢迎 陈哥 你好 你在警务处退休后转换跑道 本来是捉贼 维持治安 现在改变了 你还是全国禁毒委员会的副主任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工作 还有为什么你会这么有趣 捉贼完了 现在走到禁毒 其实 毒梟比贼更加厉害 更加要去捉 国家禁毒委员会 就是因应国家对于毒品问题的重视 就是在国务院之下成立的 它是一个跨部委的一个机构 是全国最高的领导 禁毒工作的 如果说成员就多了不得了了 现在成员有四十多个部委 都挺多的 基本上你直接参与禁毒工作的部位 以至于在周边的都会有 当然大家会想起公安部 法院 检察院 司法部 民政部 教育部 宣传部 维建委 很多的 变成了国家可以用到所有资源 来对付毒品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 我才知道真的很不一样 你的参与是哪个层面的工作 我是其中一位副主任 在国家禁毒委里面 就是公安部长主任 以下有设置了十位副主任 是有些主要的部位派出的 我这个位置主要负责国际禁毒合作 因为你始终要分工 我受委任的时候 这个就是给了我的一个责任 其实整个架构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你在其他国家好事见得到 因为可以这么说 是用举国之力来对付毒品的问题 亦有一个历史原因 因为大家只要想起我们百年各此 都是因为在鸦片战争开始 我们国家屈辱了足足的八年 所以国家对于毒品问题的重视 已经提升到国家民族的层次 习近平主席每年他对于毒品问题 都作出指示 每次他都强调就是说 毒品问题是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趣 用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就由我们这个禁毒位 切到一个国家最高层面 Andy 其实内地和香港的禁毒策略 有些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说哪一个部份 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和借的 究竟两边来说 他们的合作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要看看层次 层次是一个中央的 中央政府的层面 就是国家禁毒位 香港的禁毒工作 就是地方的禁毒工作 这个层次有分别 当然一定有差别 第二就是定位 定位就是国家来说 正如我刚才说 它基本上是举全国之力 来处理治理毒品问题 但是在香港就是分工 我们说分工的 香港是由一些专责的部门 去负责执行禁毒工作 大家看到一个分别 一个就是全国之力 一个用专责的部门 谁可以说在香港是聚焦打击 可能聚焦打击一些犯罪问题 或者一些预防教育问题 但是在国家就不一样 这是一个分别 但是当然其中一些具体的行动 一定会有一样的 比如你打击毒梟 你不可能说在国内打击毒梟 那个手法跟香港打击毒梟 一定有不一样的 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有一样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 我觉得合作的空间 在一个执法层面是比较多 因为香港是一个特区 虽然作为我们国界一员 禁毒委是不直接指挥香港禁毒梟族的 虽然如果我们要去到国际会议 比如说我每年都要出席 两国有关禁毒的年会 我作为团长 香港也会派团联去参加 作为我们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 他有关提供给联合国的报告 都会透过我们在北京 向联合国来提交 这个就是中央和地方层次 具体的差别其实还有很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 讲深一点 你会发觉 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国家处理毒品问题 可以有这样的成绩 而全世界的毒品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氾滥呢 这个很值得大家听一下 我先讲一个问题 究竟近年两地之间的毒品问题 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多严重 或者特别青少年方面 毒品问题 遗害青少年在年龄上 有没有下降 有没有事情会令到我们担心 首先我觉得要看大环境 要看大环境 要看全球的毒品问题有多严重 因为我们香港一个国际都会尤其是 其实我们跟国际 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就好像是封了关 但如果没有疫情 大家可以看到 周末 每个人拉着行李箱 就四围走 都去上面去买东西 四围去 如果不是周末长假期 就去到很远的地方 所以这个一定要看 我们看毒品问题 一定要看全球的情况 全球毒品问题 可以以泛滥来形容 真的很严重 因为我一直做现在的工作 一直留意在全球毒品问题的情况 其实一直恶化 在我们全球人口 78亿、79亿左右的人口 里面吸毒的有2亿7千多万 不是吧 这么厉害吗 而且这2亿7千多万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甚至于更多 但是吸食大麻的有2亿 很严重 你说是严重 是非常之严重 非常之严重 而因为是吸毒 而直接因为吸毒而死亡 就是有50万 这个就是全球的情况 看我说的数字 就是说吸毒者 跟全球人口的比例 是3.5或4%左右 你要看回香港和国家的情况 很高兴跟大家说 国家在自力毒品上是相当有成效 年年改善之外 在世上就是现在的毒品问题 是控制得非常之好 我们国家人口是14亿左右 吸毒的 吸毒就是最新统的 是不够150万 在14亿里面 吸毒不够150万 若望是0.1% 这个跟全球比较3.5或4% 就差很远了 你会想想香港又如何 香港很幸运 我做緝毒的年轻 大家有机会去上网找一些 你讀毒品调查科 是 包括我做臥底的时候 香港的毒品问题 是严重很多的 那时我还记得 我考考我的记忆 我在毒品调查科的时候 应该有吸毒的 是4万以上的 那时香港人口不是太多 是4万以上的 而且当时的数据 其实搜集都是一般的 一般的估计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字 就是我们740多万人口 我们最新的吸毒人数 应该不够6000 是很低的 如果不够6000 亦是低于0.1% 就是跟国家的 吸毒人口比例很近 但是要留意 就是青少年吸毒的问题 是有上升 这个要留意 因为这个刚刚跟国家是一个反比 国家青少年吸毒下降 是持续下降 举例在去年 国家的统计 新吸毒的人 是有12万左右 而且一直下降 跟香港亦见到一个上升的趋势 就是一个很不同 一毒品问题 你要知道 是一代一代的 是延续下去的 就是吸毒问题 如果你一直能够令到 年轻人不吸毒 你对于解决毒问题 就会有成效 等于这个政策是国内做的 因为我在2019年 参加了国家监毒委工作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注重的 就是年轻人吸毒问题 特别是要针对这个问题 也看到下了几年的苦工 是有成效的 这方面可能特区政府要努力一下 我又想问一下 什么是毒品那样东西 我们年轻人小时 吃鸦片 接着就说海洛英 又说四号 多少号 接着又说 有K仔 冰毒 有些LSD 不知道什么 现在是玩什么 现在不同 你的毒品有传统毒品 和新兴毒品 传统毒品 如果你看到 全球的传统毒品 一定是鸥肃类 主要是海洛英 鸥肃类 还有是可嘉欣 这两个要种植出来的 因为这两个是种植出来的 其实连产量有股 即是供应有限 因为不是合成的 其实这两个问题 你别以为海洛英或白粉少了人吃 你看到连产量 其实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因为最新的报告 海洛英的连产量八千吨 八千吨 全球连产量八千吨 如果没有需求 哪里有人去种 哪里有人去做海洛英 八千吨 而全球可嘉欣的连产量 是两千吨 好了 还有同一毒品 大麻 大家都经常听到 大麻连产量没得估 为何没得估 四围都中 因为问题已经泛滥了 只能够用一个数字 就是减获量 在2021年 大家估计减获量 大家估计减获到多少大麻 多少 可能是惊客的数字 令你惊客 是七千吨 七千吨减获 我说连产的海洛英 八千吨 连产的可嘉欣就是二千吨 加上一万吨 供应量总量一万吨 但是你减获的大麻已经七千吨 那你不得人害怕 所以这个情况 真的是泛滥 泛滥 刚才我说全球的隐君子 有二亿七千五百万吨 吃大麻的二亿 跟很多国家合法有关系 它也不用合法这个字 它用非刑事化 为什么不可以说合法 因为大麻是根据国际禁毒公约 是受管制的 因为你是签署国 大部分国家都是国际禁毒公约 你不能说你签署公约 你又不遵守公约的要求 公约要求就是 如果它列为一个毒品 正确定是毒品 其实所有的毒品 都要按照禁毒公约里面 讲的物质就是毒品 它完全有定义 有一个列表 列表亦有新增 例如合成毒品 每年都有新东西 新东西要如何搞 要考虑如何管制它 其实现在我每年 去联合国禁毒组织 开年不会其他一件事 因为有些决议 要说现在的毒品问题 就这样出现哪一只新兴毒品 这新兴毒品是否应该列管 那你就要谈 你谈了之后 大家都同意 就成为了决议 那决议之后 大家通过之后 就会加到公约 这个毒品就要列管 大家就要管 现在作为一个 我们是作为一个 替若国 我们是中国的替若国 在公约里面说要管 你一定要管 但是如果 在公约里面说 没有说到你要管 你也可以管 这个我举个例子 就是芬太尼 芬太尼 其实这个就是 美国和中国之间 有些以前 有些磨擦 美国芬太尼的问题 非常严重 每年因为吸食芬太尼 而致死的个案 十万宗 你想想一下 那个严重程度 因为当时就是 我们国家主席 习近平就访美 当时跟美国总统 特朗普 就去谈一个合作 其中一个合作就是 禁毒合作 当时就是 主席就说 好 因为芬太尼问题 这么严重 我虽然不是你的主要供应国 但我要确保 在中国不会带来你任何问题 所以回到国家 就是将芬太尼整类裂管 什么叫整类裂管 就是说 通常芬太尼的物质 你只管它几种 芬太尼主要的物质 因为它的合成物品 会做千变万化 但是如果你将 芬太尼整类裂管 就是说它可以变形金刚 小孩又有小孩玩变形金刚 你可以砌这个金刚 金刚又会砌N种金刚 就是说整类裂管 意思是 所有它变得的东西都管 这是全球唯一中国做 这就是禁毒工作里面的挑战 川哥你说毒品多如繁星 多如繁星 所以最重要我对大家的忠谷 就是 药就不可以亂吃 毒就千万不要吸 那些软性的 什么又拼头 拼老 那些真是多到品种 没错 它也可以不断的转变 因为很多时候你规管了它 比如举例 这种新型毒品A 你现在发现它 你现在规管它 这些毒犯就会想 我有什么方法做一些 是有类似的效用的 比如说 如果有这个拼头的需求 就有人去制造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在一个禁毒工作 是需要跟得很贴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国家 会视吸大麻是合法的 但香港现在的CBD 我们叫大麻二分 好像未受到管制 你会不会担心 就是带来这些坏风险 会影响到香港 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确是有这个风险在 我们必须正视的 因为正如我说 香港是一个国际都会 我们去外面旅行也好 出去做生意也好 去读书也好 很容易是染到恶杂 你染了恶杂之后 你带来回来 可能说 你去到荷兰 你去荷兰 你自己吸食就不犯法 你习惯了 我在荷兰读书 我读书了几年 我都吸食 我都不犯法 但你想忍的 那你回来香港怎么办 你回来香港 你就找地方找 在自己的荷兰种 那你就变成了 其实就一直在犯法 随时将你自己的事业 都摧毁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刚才提到的大麻二芬 这就是要看看 实际上确实是大麻二芬 如果你能够提煉成 一个纯的 纯正的大麻二芬 法例就不管 但吊诡的地方 其实大麻二芬 是很难提煉到纯正的 因为它其实也是 一个大麻植物里面的 其中一些我们叫大麻素 其中一种 只不过这个大麻素 现在法例没有拿出来管 说不是管你CBD 但有个大麻素 大家都管 大家都记得 就是THC 它也是大麻素 即大麻里面 又有CBD 又有THC 而奇怪的地方 因为CBD很难提煉到纯正 往往也是含有THC 我看到香港情报的资料 就说 它在往一段期间 它在市面上手获了一些 自称是CBD的产品 经过化验都有THC 不犯法 是错的 为何错呢 我用回自己国家 我们的国家为例 虽然国家没有单列了CBD 因为我们根据禁毒公约里面 确实是这样的 没有单列出来 但在国家里面的法律里面 是食品不能添加CBD 化妆品也不能添加CBD 如果是若用的 另计是因为要拿牌 如果进口的物品 进口物品 只要发现有THC 比如说 我自己带一些有CBD的饼干 我带一些有CBD的化妆品 回到国家里面 如果被海关查过 然后验到有THC 是当贩毒 是很严重 即是要很小心 这是国家 你又或者觉得 你国家才如此严重 西方都非刑事化 都很自由 我去英国行不行 不行 要小心 英国正是因为CBD的问题 最近也出了一个公告 就说 你们公告所有的公民也好 你的房客也好 如果你们带CBD的物品 虽然纯正CBD是不犯法 但是CBD往往是会含有THC 所以要警告大家要小心处理 这个就是英国 英国也不是说你随便带 你在欧洲玩完就带回来 不是这样 如果再严重的国家是什么呢 新加坡 你看 我记得我早两年去新加坡访问时 即是以一个也都是以禁毒位的副主任访问时 我跟他们的内政部长见面时 也都谈到这个是 在国际上 那个是大麻非刑事化的问题 当时我就表达了我们国家对毒品铃银银的看法 他也都表达了新加坡对于这个毒品铃银银的看法 特别他强调就是 新加坡是整株大麻的植物列管的 总之你这棵是大麻 我不理你是否没有THC 总之你这棵是大麻 我就管 就犯法 据例我在阳台中的 我观赏而已 没有THC 你新加坡也不犯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我的建议给大家 不要碰这些物品 要吃曲奇 很多好吃的曲奇 化妆品要漂亮 都不用要这些 Andy 你有提过 内地和我们本地的执法 或者禁毒的手法 是有些具体有些不同 我不知是否上面的例 或者嫌疑 你捉到毒品就把毒品拔掉 是 亦有四型 香港毒品有些很聪明 是 将毒品洗完钱 便是合法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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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这个会造成两地之间的差异 这个其实是一个合作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是追赃的钱 我们去缺毒 毒品是一方面 制毒物品是一方面 钱是一方面 三条都是很重要的打击路线 香港在赛府调查 其实也做得比较出色 这个也是跟我们国家的单位 合作其中一个良点 你说做这个是追赃 或者追赃这些黑钱 用不容易呢 当然不容易 所以我想知道内地 你刚才说内地和我们 有些位置深入一点 其实是有些位置不同的 那可以说深入一点 好 首先就是要在国家来说 香港是整个举国之力去做 那你怎样能够落实举国之力呢 刚才不是说过国家禁毒委的 这个国家禁毒委的领导组织 其实一直 就是逐级落到区和园的政府 即是说由中央和国家去领导 到省或自治区或直轄市 它又是一个领导 落到区园或市区又是一个领导 这个领导在哪里呢 就是要各级政府去直接负责 而且各级政府的主观 作为一个责任人 这个就是香港没有了 因为他政绩要背负责 不单止整治的手段就很果断 举个例子 如果你管治的地方 连续出现问题 那我们国家禁毒委就会是挂牌 即是挂什么牌呢 要你重点整治 即是出王牌 现在出王牌 你立即要处理好这个问题 我处理王牌 通常比三年内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三年内你解决了问题 红牌 出局 出场 炒油 隔职 这个部分都很严谨 很严格 这个红王牌制度 在三年期间 给王牌期间 不能升千 你不能说 我走去另一个位置便可以 不行 不能走 即是给了王牌 不过你继续做好它 你做不好 你就炒油 香港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它整个设计就是整个政府 各级政府 是动用整个政府的力量去做的 所以理论上 只要你有决心 你会做到成绩 正正这个制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的优势 令到我们国家在禁读中取得成绩 我亲眼看到 因为我自己在19年 加入工作的时候 我还记得 当时我们的吸毒的人数 即吸毒者人数 是200多万 过200万 你想想 由19年我加入到现在是 3年 减了几十万 所以它是有成效 你不是苦工 你怎样去 有可能 而且你的数字又要提交给人 还有很多访客来看你 举例 我其中一个工作 做国际合作 要接待访客 比如说你美国禁读局的官员 或者你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你上来看看你中国的禁读工作 举例 你的污水检测 你说你这么厉害了 你透过检测污水 他们来确定 读品的严重程度 你是不是做假 做得多认真 这些他们会来看 其他一些 一些一些吸毒的手段 很多时候我都会 和他们介绍 如果听Andy这样说 其实国内的禁读和吸毒 都有它的特色 在整个工作的过程里面 和国际的交流 或者国际的合作 有成效又如何呢 有政治有些影响 是呀 你避不开的 因为这个词 我都是不断学习 不断摸索 几个例我自己的工作 在多边的合作方面 我们透过联合国的框架去做 这个主要是履行我们国际的责任 就是在全球毒品治理上 这个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有规矩的 因为你要跟回联合国的规矩去做 所有的事情 再下一个层面 就未到双边 区域 区域 区域合作 比如你中国的区域合作 有几个区域要合作 比如你在东盟 东南亚区域合作 特别是在湄公河次区 即是在金三国那些国家 在湄公河次区 要搞区域合作 然后你就要 因为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很严重 现在虽然不是我们供应的来源 但如果我们在金三国 我们现在的供应来源做得很成功 假设有一天 解决了 金三国没有毒梟 阿富汗那些就会来 所以我们跟上合表职 也有区域合作 这些区域合作的推广 又是另一套 因为它有它的规矩 接着双变 双变 刚才你跟美国 现在我们叫停了 跟美国禁讀合作 就算没有叫停之前 跟美国禁讀合作 都是充满挑战 我记得我每次跟他们开双双变会 都是一个 不要说是见拔公将 但是都是相当是张力很大 你从事治安 负责治安工作 都几十年了 现在你自己看回 我们现在香港的治安水平 社会秩序 你有没有什么观察 要由两个角度看 如果你看到犯罪的数字 确实是下跌得很厉害 很突然害怕 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退休的时候 我退休之前 我说我能够做到 是万宗无一 就是每晚的人口 每一宗就很厉害 一百人一个人就很厉害 低于一万 低于一万 就很厉害 现在打破了我的记录 现在如果你纯粹看法案的数字 香港治安是好的 但是是有暗用的 其实守法意识是弱了的 这个守法意识 亦都体现了在青少年犯罪的行为 刚才我们说过吸毒 亦是一个违法行为 你吸不吸毒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的守法意识 如果你的守法意识薄弱 便很容易 你犯罪 比如说有人带毒 现在你看到 偶然看新闻报道也有 青少年去带毒 少少钱而已 你过往也接触了很多年轻人 年轻人充满热乘 但很多时候又流于冲动 你训练年轻纪律部队 你对培养年轻人的发展 有没有什么心得 心得不敢说 但有点经验 其实年轻人确实是做事很直觉 他觉得这样 他就是这样 这个是跟人生经验很有关系 始终年轻人的人生经验 都相对有限 会是看你自己接触的什么朋友 你生活的什么圈子 那你就会有什么行为 所以我觉得一直跟年轻人交往 就是要开放他的眼界 举我自己为例 我是在一个青少年组织 已经做了二工十几年 我现在还在做 其中一件事 我一直都帮忙去推动 就是要确复他们的眼界 尤其是 以这个为例子 就是说 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希望他们都会关注 关注什么呢 据个例子 你贫穷要关注 和平要关注 可以持续发展 这个也很重要 很重要 还有就是多余文化 这个就是让他们去确复视野 确复视野之后 就希望他们做到 放眼世界 就是关心社会 能够服务到 在将来能够服务到的社会 这个都是一条我们的说法 其实到最后就是 你如何帮青年人放眼世界 这是第一件事 你不要告诉他们 如果你告诉他们 你敢不对的 你敢做才对的 他不理你 说教式不行 不行 你就要告诉他们 你要给他们机会 鼓励他们 做了机会 让他们自己去看 我觉得年青年人 始终都是 你听会听到很多不同的话 有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停留在听 那个观点 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都不要听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 去认证的 就去看 你现在就转了跑道 过去的 譬如在警务工作里面 那几十年 有没有哪件事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是令到你最深刻的印象 或者是报哪件案 最难忘 是令到你最深刻的印象 是令到你最深刻的印象 破案 其实就是 我们做什么都好 我都是为别人服务 我们服务的人 就算你查案 你也是 我自己过去做禁毒也好 以至到做 我给你个例子 我做缩毒很简单 我做臥底 你说臥底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但去到最后 你已经破过案件的时候 那个被你被抓到的 毒箱或者毒犯 我对你来说 我是公道的 就是 你还说公道 你假扮这些 来做臥底 来骗我 这个我们角色 没有办法 但我说每一句 我都是真的 我没有加嫌加醋 他会知道 我的证供全部都是 确实是这样的事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是我们对应一个人 那个人 去到最后 那个法庭亂判 被法庭去做 就不是因为这个毒箱 所以我一定要加嫌加醋 令到它是主重的米 不是这样 好了 到后来 就是我做辣母子 做大队长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很多越南难民 需要去处理 一些就是要离开香港 一些就是要搬一个营房 当时是有金碑式的管理的越南难民 当时你要搬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 对于这些难民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起码很困扰 甚至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 你怎样令到困扰 那么痛苦的经历 你减低它 我最记得有一次 我们把一批难民从一个机楼点 用登陆艇转移到另一个机楼点 看到就是越南的妈妈 一手就拖男带女 一手就拖男带女 一手就拿着一个行李箱 很辛苦 然后看到我的同事开始帮忙 帮那些越南的妈妈去拿行李箱 但是我看一看 我初本来想赞赏他们 然后我看一看 就看一看登陆艇的仓 看到 为什么这么多越南男子的爸爸 都坐在那里 不动 全部坐在那里 都坐在那里 都坐在那里 然后我立即说 全部给我叫他们上回来 排成一个人脸 把这些行李箱全部传进去 我们伙计是需要帮忙 会帮忙 但不可能做到 这些女士在走难已经很惨 当时在难民营女士受的屈辱 多到很难想象 所以我觉得要对他们 要尽量在他们这么困苦的时候 你如何帮他们一个人 这就是越南难民 拆案 凶杀案 我自己也处理很多凶杀案件 我每次接一宗凶杀案件 我自己都会在心里面 都会跟一个死者 会说 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 是帮你找到你的凶手 让你沉冤得住 这个是我心里面要做 每次破案 除了我觉得对于死者受害人 是有一个交代 我也会跟他家人 有一个安抚 这个是很惨的 是否每宗案都破 不可能 有些都破不了 我还记得有一宗 是破不了 旧案我再拿回来看 有一个女士是人间蒸发了 居住在新界 一个乡村的地方 就比较偏僻 有一天他离开家 理论上要搭那些鹿巴 离开家村去上班 但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就不见了 报案一直都找不到 很多年 假设都死亡 接着我接了案 我回去看 第一件事 就见到他妈妈 她妈妈还是很伤心 还是很挂念 那个女儿 去回女儿的房间 没移过 当日她的房间还在 那这些 你查案里面 你要有好人性化 你怎样能够 去安抚老人家 去到最后 他都要接受 那女儿其实已经是没有了 但是你作为一个查案 你要令他觉得 你警察已经尽了你所有的力 你要令他觉得 你警察没有说有任何东西 是没有去 我们英文说 Leave no stone and turn 那样东西都要尽力去查 那他唯一的案外 是这样 如果我们作为查案的时候 他觉得最后 如果他生活有问题 做完转介 做完社署的转介 做完社署的转介 是 是 这只不过举个例 比如我们做很多案件 包括老人勒索的 那些更惨 突然间有个被人标了心 那你怎样搞 你不是只说 破案 快点救把心出来 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的家人 你怎样处理 亦都要面临到个人 所以去到禁毒也好 我们处理难民也好 我们对凶杀案件也好 标心案件 其实对人的关怀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今天在禁毒工作 不单止对自己国家 国民有关怀 其实对其他国家也有关怀 是 你来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 跟年轻人也好 跟其他人也好 有做一个分享 刚才我说了很多 大家可能都会同意 我们国家和香港 在禁毒那边的成绩 都做得不错 是的 这个说什么呢 就是说 只要我们是肯下苦工 其实我们是可以的 年轻人现在 是活在一个什么世界 就是国家在发展当中 香港是在转动 国家发展的香港转型 就是说 我们以往一些习惯 或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其实已经不行了 那就是说 我们如何适应这个改变 其实是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大家要记得适应这个改变 那你如何适应改变 就是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有心魔 你一定会跳出来 我鼓励大家 亦都正如国家很希望 所有年轻人 所有人 一同参与国家的发展 我估计大家 真的去看 我们觉得 Seeing is believing 大家都记得 很熟悉 为何你自己不去看 去大湾区 以往 我父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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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在 省港澳 那天 当时的环境 其实省港澳 大家年轻人不知道 你回去看 省港澳 那天究竟是什么情况 当时省港澳 可以造成了 昔日香港的光辉 我们今天的大湾区 为何不可以创造一个 趋参美来 自己去看 一起努力 今天非常感谢Andy 和我们分享了很多方面 特别是上了一堂 读品的知识 记住 戴麻 不要想着人家在外国 可以随便吸食 你来到香港 戴麻戴麻二分 没问题 随时可以闖个大和 拜拜 創科是大家鼓励大家去追梦 特别是年轻人 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 去拥抱多些梦想 敢想敢做 及及早起步